音乐职人罗大佑 10月14日以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演唱会成功唱响台北小巨蛋 当晚台北站成功一亿为大陆巡演吹响胜利的号角 罗大佑今21日也在北京召开大陆巡演启动 即北京站深圳站开票新闻记者会宣布大陆巡演正式启动 12月31日跨年夜在北京2018年1月27日在深圳湾春检体育馆 让没能去台北的歌迷一姐对罗大佑的相思之苦 记者会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火车头广场竟然聚集了一帮青春版罗大佑铁粉 他们全都一身黑衣、黑墨镜、爆炸头 模仿罗大佑1984年演唱会的模样 这群年轻人还模仿罗大佑最爱的Pose 在火车头前挽起了复古街拍 引发众人围观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罗大佑致敬 并预祝大陆巡演演员满成功 罗大佑大陆场的巡回演唱会将起跑 图鞋线种子音乐提供 2017年11月21日 罗大佑除了表达感动外 透过这次演唱会也表示 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聊聊看 希望当代的年轻人不具压力勇敢面对未来 同时罗大佑通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这个主题想表达 保持年轻时对音乐的初心 他强调 所有年轻的音乐人 一定都有一颗对音乐的初心 此后 请搜寻